中国高超音速飞机取得了怎样的成就,有怎样的特性,这对于中国有怎样的影响? 中国风动取得了怎样的发展,对于中国高超音速武器发展有何作用,将对美国造成怎样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近年来,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上取得了较大成就, 这也使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上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对于中国来说有着极其巨大的促进作用, 此外,随着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这就为中国在其他领域的研制提供了经验支持, 这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中国在高超音速领域的发展。 这部近日有消息称,中国正在研制一款高超音速飞机, 而且中国在其的研制进度上取得了飞快发展, 并且中国已经将其首次亮相的时间提前了10年,将会在2035年亮相。 消息还指出,中国高超音速飞机的技术和经验主要来自于高超音速武器的制造, 因此,中国研制出的这款高超音速飞机能够在14分钟内对美国领土实施精准打击, 而且无法被拦截具有超强的威力。 此外,消息还透露,中国研制的这款高超音速飞机所配备的发动机是另一项重大创新。 正是有了这一款发动机,这就使其的效率是火箭的10倍, 还能够吸收影响飞机耐用性的能量, 从而在高超音速阶段不需要燃料。 不仅如此,中国的这款高超音速飞机采用了一种成本较低的新型材料, 使其可以承受高达3000摄氏度的温度, 因此,这也使其具有超强的性能。 然而,中国能够在高超音速飞机上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在高超音速风动上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而且,中国在今年将建成世界上最先进的高超音速风动, 这就是中国打造的JFR-2风动。 这就是中国的高超音速飞机可以借着这一风动进行模拟飞行, 加快对气研制。 那么,风动有怎样的作用? 中国的JFR-2风动是怎样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风动。 据悉,风动就是风动实验室。 它通过人工产生并控制气流来模拟飞行器周围气体的流动, 提供飞行器设计需要的基础数据, 是进行空气动力实验最常见、最有效的工具。 因此,要研制飞机离开风动实验,那将是寸步难行。 所以,大型先进风动对于飞行器研制以及航空工业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所以,各个国家都十分注重在风动领域的发展。 此外,风动并不是单一的一种设备。 因为由于飞行器的飞行速度各不相同, 所以就需要有不同的风动对其进行测试。 因此,按照不同配置区分就有了亚音速风动、超音速风动、高超音速风动等。 而不同的风动设备用于测试不同的设计用途的飞行器。 然而,其中的高超音速风动是目前技术含量很高, 建造难度极大的一种风动设备。 因为高超音速风动的气流模拟速度通常在5到14马赫之间。 所以,它也成了研制高超音速武器必不可少的设备。 因为飞行器在高超音速状态下, 在空气和飞行器之间的相互摩擦, 会产生和亚音速以及低超音速状态完全不同的气流效应。 所以,只有做了必要的飞行模拟才能研制出可靠的高超音速武器。 因此,风动对于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在风动的发展上一直都是处于世界的领先位置, 甚至领先美国等西方国家居于世界风动发展的第一位。 因此,中国的风动技术在世界上都是极其具有权威性的。 而中国首个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高超音速风动就是JF-12机构风动。 它的主体是一根架起来半人多高金属质地的长管子, 身长达256米。 而中国的JF-12机构风动的长度在世界上也是居首位。 但是,中国对于风动的研究脚步不会就此停止, 而是会继续不断往前突破。 因此,中国就在JF-12风动的基础上又开始了对JF-22机构风动的研究。 这是JF-12机构风动的升级版, 而且如果研制成功,它将会超过JF-12风动, 创造出最新的世界纪录,取得更大突破。 据悉,中国JF-22机构风动的启动, 需要15000兆瓦功率的动力才能驱动。 而它在启动瞬间所产生的总功率甚至能与三峡大坝相比, 这就足以看出中国JF-22机构风动动能的强大。 因此,能造这种风动在世界上还属首次, 所以这也将成为中国风动研究的一个心理程碑。 此外,据悉,中国JF-22机构风动能够模拟高超音速环境, 也就是超过5倍音速的大气环境, 并且可以模拟30马赫速度下4到8万米高空的大气环境。 那么30马赫的速度意味着什么呢? 据数据统计,30马赫的速度就意味着30倍升速。 因此,中国用JF-22风动来研制最新的高超音速飞机, 这就将会使其的速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将能实现两小时从上海到纽约, 具备极其高速的速度。 因此,JF-22风动对于中国高超音速飞机的研制 有着极其巨大的促进作用。 因此,据最新消息显示, 中国对于JF-22风动的研制将在2022年正式建成, 一旦其研制成功,将会碾压美国20年。 据悉,美国的RENS-2风动 是利用了加热压缩氢气体原理, 而只能达到7马赫。 但是,这在中国还没有研制出风动之前, 确实是创造7马赫维持30毫秒的记录。 而在中国风动研究取得了巨大突破后, 那将会全面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的风动。 值得一提的是, 也正是由于美国在先进风动的研制上处于落后的位置, 这就使其在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上评出问题。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先进风动对于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制将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因此,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大大限制了美国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 但是,与美国不同的是, 中国却在这一领域的发展上取得了十分巨大的成就, 这也使中国在风动技术的发展上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并在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制上取得了较大成就。 现如今,中国即将在风动研制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并成功研制出JF22风动, 这对于世界风动的发展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也为世界各国在风动上的研制提供了借鉴意义。 这对于中国来说有利于保持其在风动研制上的领导地位, 有着极其重要的发展意义。 因此,正是由于中国在风动的研制上取得了巨大突破, 这就使中国在高超音速飞机的研制上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并且使其问世的时间提前了十年。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 中国在高超音速飞机的研制上有着极其高的效率, 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在先进风动的研制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加快了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 因此,这也成为中国研制高超音速飞机的重要因素, 也将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进一步加快促进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